大家好,我们在华为Mate60开售之前 那么就已经敏感的认识到 这一次华为新机的发布会是一个大事件 于是呢,我们在8月29号的时候 开始制作第一期关于华为Mate60的节目 而就在随后的第二天 也就是8月30号 华为Mate60在官方商城无预警开启定时的预售 那么随后的事情呢,大家也都已经看到了 随着第一批深圳华强北的博主们拿到了新手机 然后呢,各种的体验、拆机、评测、分析、评论 一瞬间就已经炸开了 我们呢,随时在跟进着这整个过程的发展 于是,我们分别制作了关于Mate60的核心功能的介绍 关于麒麟9000S芯片的解读 关于对比于华为Mate60与中国歼20战机面世的惊人 相似之处,那么以及呢,华为Mate60它的横空出世 它核心的芯片科技究竟出自何处 我们在节目中给出了最有可能的答案 那么这几天,美国的专业团队拆机之后 其实也验证了我们此前的判断 当然,我们随后又跟进制作了华为芯片突围成功后 荷兰光客机巨头阿斯美尔随即妥协 宣布继续交货DUV设备的最新变化 随后一天,我们又分析了 这个不仅仅有麒麟9000S芯片 那么包括中国移动5G射频芯片 华为9610A汽车芯片陆续的推出 也宣示着中国芯片产业起分了的现状 而在前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又详细的介绍了这一次Mate60 Pro开启中国科技大反攻 华为公司惊动美国华府的现状 同时也宣告了拜登科技政策围堵的失败 而在昨天的节目里,我们则是分析了 华为Mate60手机究竟是几纳米的芯片制程 我们同时引述美国最新权威的拆机报告 确认了中国公司攻克7纳米先进制程的事实 那么以上内容是我们这次紧跟该重大科技事件进展的方方面面 而今天我们将会从另外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解读 继续进行深入的分析报告 我们要为大家来分析一下 华为新机所带来的中国科技供应链的整体性崛起 根据最新的供应链分析 华为Mate60手机 那么它已经实现了零部件90%的国产化率 也统计了46家核心的科技供应链厂商 那么至此呢 我们可以大声的说 美国的盟友科技供应链体系呢 可以洗洗碎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针对华为旗舰手机的供应链体系 做一些详细的介绍 首先我们看到消息来源来自于财联社 那么它的统计就显示出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已经了解到 华为Mate60 Pro的供应链当中 至少有46家的中国企业 可以说Mate60 Pro已经不只是华为的手机 它同时代表着中国科技供应链的 这个实力 而与此同时 来自供应链方面的消息还显示 Mate60 Pro成为了国产化率最高的手机 超过了想象中的90% 那么我们知道呢 过去啊 华为被制裁之后呢 美国就限制各种企业 与华为合作 这个美其名约 对吧 这个禁止你危害美国国家安全 当然我们也知道 你说做手机壳的 做屏幕的 做一些这个电子零部件的 究竟威胁了美国的什么国家安全呢 无非就是找一个理由 但不管怎样呢 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 那么Mate60 Pro 华为的手机呢 只能去寻找到 对吧 咱们自己的国内的供应链体系 因为这样呢 实际上如果华为突围成功 那么相关的供应链呢 就会有非常稳定的收入来源 那么换言之呢 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赌一把 值得去投资研发投入的事情 那么这一次 哎 华为呢 就真的取得了成功 而且现在看来呢 这个消费者呀 也都非常的喜欢 也都愿意为此买单 于是乎 超过90%以上的 国产化率的供应链体系呢 这件事情就意味着一个 非常重要的结果 那就是 中国现如今已经完全有能力 掌握一款高端智能旗舰手机的 完整供应链 那么实际上呢 这也就实现了所谓的 安全的科技商业的闭环 让我们来看一看 这些与Mate60 Pro相关的供应商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 都扮演着哪些重要的作用 他们究竟分布在哪些 关键的供应链的环节 当然 首先呢 我们要说 包括像结构件的这个供应商 还有呢 叫做显示模组的供应商 除了屏幕 还有它的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显示芯片啊 等等 另外呢 就是海思处理器的供应商 还有就是功能芯片的供应商 一个手机里面啊 芯片可不仅仅有CPU 对吧 不仅仅有处理器 还包括什么呀 像GPU呀 像一些通信的这个芯片呀 华为这一次 它有这个所谓的卫星通话 那么自然也是有相应的处理器芯片 那么另外呀 还有一些内存芯片呀等等 所以说呢 整个功能芯片的供应商呢 也是非常庞大 另外呢 像光学镜头的供应商 哎 我们拍照 对吧 那么它肯定是有一整套的摄像的零部件 另外是ODM的供应商 销售服务的供应商 还有呢 我们用手机总是要充电 所以充电器的供应商 以及生产设备供应商 还有就是声学的供应商 那么还有就是它的整个的AI方面 人工智能领域的盘古大模型的供应商 那么这里面可能是涉及到很多的软件公司 算法公司 另外就是这一次华为手机的亮点 卫星通信的供应商 那么以上这些关键环节的供应商体系里面的具体的公司 它其实不止一家 每一个体系里面的供应商呢 都有很多家 那么名字呢 我这里就不提供了 毕竟呢 咱们是介绍科技 与全球科技战略为主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自己呢 可以去查询一下 根据我前面所提供的这个 它的这个分类呢 其实很容易查到 因为呀 这个事情本身呢 它和资本市场是高度联动的 那么 那么我们呢 在分析这些事情的时候呀 我们就是论试 那么点到为止 不想影响到大家的所谓投资倾向 不管怎么样吧 现在的结果就是 我们关注到的 那么这些供应商呢 它通过共同的努力 那么就把这个Mate60 Pro的生产和发展 整个的环节呢 全部打通 而Mate60 Pro超过90%的国产化率呢 就彰显了中国自主研发与制造的强大实力 除此之外呢 细心的朋友可能会问 那么这里面所说的芯片模组 什么海思的供应商 说的比较含糊 对吧 究竟是什么样的芯片生产供应商呀 那么华为在Mate60这个手机突围之后 对后续中国的芯片企业的发展 乃至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格局究竟会产生哪些的影响呢 我想呢处理器芯片是麒麟9000S 那么这一点呢大家都知道了 对吧 同时这也是大家所有人所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我们就来引述著名的半导体分析师 陆行之他的一个看法 他的一个分析 陆行之在两岸的这个啊半导体界呢 应该说非常有名 那么过去的无论是苹果供应链 手机半导体等等各方面吧 那么他的分析呢都有独到之处 而且消息通常都非常之准确 对未来的整个的这个行业的发展的趋势的预判呢 也都相当的准确 那么他就认为呢中国芯片制造在专业团队的带领下 7纳米制成技术和产能都有了重大突破 那么这个事情本身不可轻忽 陆行之以华为海思的回归 将如何搅动已经是红海的全球手机市场 这样的一个一个问题呢作为标题 在社交媒体上就发表了他的看法 而他认为呢 麒麟9000S处理器应该是通过先进的制程工艺来制造 陆行之指出华为麒麟7纳米不是用EUV来生产的 原因当然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呢中国目前也买不到荷兰的阿斯美尔的EUV光刻机 所以目前的工艺进步呢 一定是进行多重曝光这样的手段来实现的 而比起其他的安卓旗舰机动不动就150至160万的跑分结果来说 这个指数呢其实就是指啊你的手机的流畅度啊 性能啊等等这些指标 那么目前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呢博主测试是Mate60呢 有110万的跑分 当然也有认为呢是GPU方面呢 那么还没有进行完整的适配 所以他的真实跑分是跑不出来 但不管怎样吧 在陆行之的分析看来呢 无论华为在这个CPU方面啊 那么和其他产品比较如何 但是至少呢华为有他的独到支出 比如说卫星电话功能其实就非常的特殊 那么在这个领域呢 是全球独一分啊对吧 没有其他哪家手机厂商可以做到具备卫星电话的功能 那么陆行之对这样一个看法呢 就分析认为华为海思的回归应该不会就此而止 而是大创新大发展陆续推出各种手机啊 更多功能更多科研创新的一个起点 那么现如今呢他认为华为手机 它的年销售量在五年之内重新回到一亿台以上应该不难 不过呢陆行之也推估中国的芯片制造的产能 是否充足如果要出货4000万台的这个CPU 因为华为方面呢有预估他的整个手机出货量呢 希望达到啊这个4000万台 那么自然呢你的CPU对吧 你的芯片就需要有这么样的规模嘛 所以他就说这个按照一个芯片制造工厂的角度来说 要出货4000万台的话 那么呢你就需要有几个月的时间来生产 而如果整个的产能能够比预期的方面来高很多呢 那么就意味着这代表中国在7纳米的技术上 包括产能上 包括在良率上 成本控制上 各个纬度呢都已经实现了重大的突破 同时他也发出预警 他指出目前华为手机及全产业链发展 以及中国芯片突围的这个趋势不可轻忽 因此呢坊间分析认为华为手机热销将会排挤 包括像联发科 像高通这些传统的手机芯片处理器的这个设计厂商 那么对于全球 特别是美国长期存在的 所谓上游的这些芯片设计企业 究竟会带来哪些的冲击和影响呢 我们看到了国外的一个网站啊 类似于咱们国内的知乎 在这个网站上呢 有一个问题是外国网友问的 那就是搭载5G麒麟9000S处理器芯片的 华为Mate60 Pro 他的这个手机的推出 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中国贸易战的失败 那么这个网站啊 他的这个上面的人数啊是很多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众多的回答问题的人当中 有一个是来自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 这个比尔琛 那么他的回答呢 得到了最多的认可 他认为华为麒麟9000S的推出 这将意味着一个名字的巨大衰退 那就是高通 首先呢 SoC啊 这个芯片当中有一个定制的GPU 那么这是华为的重大突破 这就意味着麒麟 那么这个芯片9000S 比苹果公司就是Apple的A系列的芯片组合呢 要更加具有自主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有一个内置的5G调制解调器 那么这个芯片拥有数千亿资金的苹果公司呢 其实都是一直无法突破 高通在这项特定技术上的专利墙 美国苹果公司想要多少钱投入研发 他都有 对吧 他这个市值非常的高 而且他每年卖这么多的手机 他手上呢握着大把的现金 但是没有办法 苹果公司如此之多的芯片研发人员 科技公关人员 都无法做到所谓啊 这个5G调制解调剂的5G芯片 啊 那么这一直呢 被美国的高通公司相当于垄断了 对吧 华为能够做到呀 但是华为过去呢 啊 被限制住了 就是无法去台积电代工 那这是老神常谈 我们不展开了 那么在新加坡 这位专家的角度看来呢 这一次华为方面突破了这个啊 高通在5G调制解调剂方面的 这样一个啊 5G芯片的专利强 那么华为做到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 他在这一领域超越了苹果 如果华为向中国手机制造商提供这样的设计 那么我们就可以跟高通和骁龙说白白了 因为在成本方面 华为一定会做的非常便宜 那么我们将会看到一场激烈的价格战 除此之外呢 我们知道 Mate60 Pro可以拨打卫星电话 而很多的这个高端的玩家呀 其实他们对于这个卫星电话的功能呢 是非常的需要的 在中国以外的整个啊 这个行业领导者 所谓的卫星电话呀 或是手机方面呢 那么也只能通过卫星 添加一些短信或是紧急的信号 那么这个做法本身和华为公司 可以拿卫星电话当电话一样来拨打呢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因此呢 华为手机的卫星电话功能 其实是一个杀手机的功能 特别要提醒一点呢 就是现代卫星电话 其实呀是像这个对讲机那样 而且呢 有一个很长很粗的天线 非常难看 但是这一次 华为Mate60 Pro的厚度 仅仅有9毫米 看起来呢 它可以像这个一般的手机一模一样 表示说它里面的设计 它里面的这个芯片呀 肯定是非常的独到 这也是一次革命性的创新 展示出中国在太空通信方面的实力 特别是宽带和设备端的工程 另外一点呢 在新加坡 这位学者看来 那么这一次华为Mate60 Pro 它所运行的是华为鸿门操作系统 第四代 也就是鸿门4.0 那么这也是一个成熟的操作系统 从头开始来做设计 也充分利用了物联网生态系统 比如说 安卓汽车是一个APP的形式出现 但鸿门呢 已经把汽车集成到了软件系统当中 中国手机制造商将越来越多的加入到鸿门的行列 以防止华为再次因为所谓国家安全问题而被谷歌提出 同时我们看到这位作者呢 还指出 他在中国的朋友呢 对于华为的操作系统呢 评价很高 他们都是拥有多部手机的人 同时使用过华为和苹果 那我本人呢 就是其中一位 对吧 你说苹果手机 咱们以前用过 华为手机我们也都用过 而且都不止一部啊 那么最新的呢 我手上拿到的华为手机呢 它的操作系统的体验啊 其实已经非常的流畅 基本上啊 和以前我们所说的安卓手机比起来呢 那是要好很多 那除此之外呢 在这位新加坡这个学者看来 AI辅助功能是华为的另一大卖点 华为内置了自己的大语言盘古这个模型 那么这也比安卓和iOS要领先一步 甚至呢要领先几步 同时他也预计这款手机会卖出5000万台 如果这款5G芯片在未来被大量引入到 价格较低的非华为手机当中 那么这就是高通将会遭遇到很大很大的麻烦 高通本身啊就是卖专利 卖芯片维生对吧 过去他有很高的专利强 一旦被华为击破呢 那么实际上高通公司的业务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呢 必然会减少很多 而这款手机的运行性能是同类产品当中呢 应该说是比较好的 而且关键在于华为的最新手机根本不拒美国的制裁 也不害怕美国的制裁 而且呢 他反复在强调一个重要的观点 那就是这部手机不受制裁 他和谷歌公司无关 他和台积电无关 他和任何西方的半导体的工具制造商都没有关系 跟任何啊中国台湾 韩国日本以及美国零部件或是材料供应商都没有任何关系 和美国的专利也没有任何的关系 因此他认为 没有任何其他手机制造商能够达到这样的成就 完全和美国无关 完全这制裁的范围以外 这其实是历史性的第一次的突破 他的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后呢 还简短的说明了一下 Mate60 Pro他发布的重要性 那就是这件大事情发生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期间 他向国外的网友解释说 对华为的全面制裁 切断了其对容易受到美国制裁的外国供应商的依赖 并迫使华为建立一条只能在国内进行的这个发展的供应链 这让他既能承受制裁又不至于失去生计 这条完全独立的供应链的存在 对雷蒙多和他的商务部来说是一场恶闷 这条供应链甚至独立到 无需美国Swift金融系统的融资 因为此后我们说无论美国方面如何去使用什么样的手段 再也无法去阻碍华为的发展 那么在这样一个完全分割的生态系统当中 美国公司也将同样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 现如今中国已经完全回来了 所有参与者都在国内供应链当中占有一席之地 而雷蒙多和美国企业将不得不在战争迷雾的笼罩之下 与华为与中国的高科技工作者来做斗争 那么该作者在最后还说了一嘴 他认为最为重要的是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美国人自己所制造出来的 那么这个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常说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想作为一款备受期待的高端智能手机 Mate60 Pro的面试 无疑将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喜悦 让我们拭目以待来一起见证华为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上的一次又一次新的突破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内容 我们来感谢粉丝朋友们的一些打赏 回复一些几个粉丝朋友的留言 首先我们要感谢Harry Wong7405的打赏赞助您破费了 另外一位朋友名字叫做哈森章 那么他就说华为潜力无限 那么是国人的骄傲 华为现象代表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不服输的精神 那么认为中国必胜华为加油等等 同时也感谢了主播的精彩点评 那么我想这一次华为的新手机的发布能够引发这么多的关注本身 包括秒授轻这样的一个热卖潮 除了产品的吸引力之外 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也着实是令人感到相当的敬佩 那么这里我也感谢你的鼓励和支持 另外还有一位名为Foxify5235的朋友就说 华为通过技巧来弥补制程的短板 是让对手感到可怕的事情 原因很简单 通过技术用7纳米就能够媲美你4纳米的芯片 当中国也能够突破到更先进的制程时 就不是1加1等于2这么简单了 还有另一个让对手忧虑的问题就是制程的跃进已经是越来越困难 这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所谓的摩尔定律物理极限 同时成本也越来越贵 这就意味着制程优势在逐渐的被追平 我想的确如此 技术的精进一旦被形成一个突破口的话 那么整个发展的速度只会是越来越快 最终会形成一个总体性的规模性的突破 那么上面是和大家做一些简短的交流 好了感谢大家的打赏赞助 打赏赞助的朋友可以提出您的问题 或者表达出您的观点 我们在节目中一并来回答您的疑问 或传递您的观点 以上就是本期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